大家好我是Emm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同样在这个说故事的视频里 我只说中文好吗 今天我们来学一个成语叫 望眉止渴 望眉止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看着眉子 然后就可以防止我口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用空想 空想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 好吗 来说一下这个成语的故事现在 我来开始读了 但是这个文章我会打在这里 你们可以边听边读 锻炼自己的听力好吗 万眉止渴 有一年夏天 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詹秀 天气热得出奇 焦阳似火 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 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 两边秘密的树林 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伤食 让人透不过气来 到了中午时分 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 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 有几个体弱的士兵 竟然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 担心耽误战机 心里很是着急 可是眼下几万人马 连水都喝不上 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 加快速度呢 他立刻叫来向导 悄悄问他 这附近可有水源 向导摇摇头说 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 要绕过去 还有很远的路程 曹操想了一下说 不行 时间来不及 他看了看前面的森林 沉思了一会儿 sorry 沉思了一会儿 对向导说 你什么也别说 我来想办法 你什么也别说 我来想办法 你知道此刻 即使下命令要求不对 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 脑筋一转办法来了 他一夹肚子 赶到队伍前面 用马鞭指着前方说 士兵们 我知道前面有一片 有一大片梅林 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 我们快点赶路 绕过这个山丘 就到梅林了 士兵们一听 反复已经吃到嘴里 精神大振 不乏不由的加快了许多 万梅止渴的故事呢 出自于是说新语这本书 成语万梅止渴比喻说 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他人 你们听懂了吗 如果没听懂的话 可以反复的听 把不会的词语找出来 然后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解释给你们听 好吗 那我们下次见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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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